我叫诚哥 是一名小学生 同学们都清晰地称呼我为 小笼包 意思就是说我很帅 平时的我总喜欢微笑 这样可以显得我牙齿白 眼前这位小美女 是我们班的阿曼达 在她的面前 我的自信被记得一无是处 真正的喜欢 第一反应就是自卑吧 所以 才先不聊这个伤感的话题 作为放约五百里最亮的仔 我平时最喜欢见义勇为 这样子的我难免有些欠扁 为了甩开后面这两艘保护会的学长 我躲进职业会大审家的院子 我还没想到一只小蚂蚁竟然趁机从我脚上 一落白山市水 就为了跑到我脖子上种草莓 它 嘴里有毒 就这样 我倒下了 醒来时已经是晚上 我感觉有点累 回家倒头就睡 却不知我的身体悄然发生了变化 玻璃杯一捏就碎 门把手一扯就掉 举余老师一顶就飞 把我都吓了 啊 嘘嘘一失手 一只嘘嘘 一只手 可是 这一泡尿竟然是强酸性的 直接把尿槽给腐蚀了 我最好的朋友眼镜仔 对我的超能力很感兴趣 他鼓励我当超级英手 而他则当我的贴身经纪人 首先测试下 我都有哪些本事 除了先前展示过的大理出击器 我还拥有堪比鲨鱼的咬合力 以及灵敏度堪比狗的鼻子 至于那种强酸性的尿液 呃 好像没啥用 毕竟打架的时候不可能朝对方唏唏 诶等等 我是小学生 不按套路出牌是我的天性 为了争以而唏唏 应该没人有意见吧 接下来 是创造自己的品牌 由于蚁人的商标 已经被斯科特叔叔抢住了 我只能打着蚂蚁男孩的名号 穿蝙蝠侠高仿战衣来维护正义 第一天上班有点小紧张 弱弱的问一下 爬个墙应该没事吧 这个超强的能力 让对面的小偷吓到了 随后 我一个恶火泼羊将他制服 请教我 威猛的吓到后 不过后来我再试了几次 发现已经不能爬墙了 经过眼镜仔分析 若我想要持续使用这些超能力 装备好 我正式开始行侠仗义 一时之间 抢占了各半新闻头条 女孩子纷纷表示 想和我一起 去职业 连阿曼达也成为了 我的名媚之一 不过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他没来 老实说他生病了 搞得我都没心情听课 这时教授外 有个人被困在楼主 我穿着战衣赶紧 爬上去救他 这时眼睛在抠我了 竟然是叫我放学 帮他买豆浆 我哪个去 教授那个难民后 我才发现被人恶告了 原来是艾达为了 迎我出来而设计的 他是阿曼达的亲妹妹 他说姐姐被跳蚤书抓走了 对方要求2000万的赎金 交赎金是不可能交赎金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交赎金 有这么多钱 达山给在座各位 看视频的量仔 不是更好吗 所以他希望借由我的力量 去拯救姐姐 通过阿曼达遗落的项链的味道 目标锁定在 居委会大神的房子里 这也就是先前 我被蚂蚁咬伤的地方 艾达说 自从大神死后 这房子就变成了鬼宅 阴森诡异的吓人 但是只有成年人才会怕鬼 我们小孩子只怕考试 于是我直接进去一趟究竟 来到一间旧房间前 这次我看起来真结实 看我一泡尿 自开它 房间里面看起来像是个实验室 阿曼达被困在一个玻璃缸里 其实像钢铲那样 虚虚就能解救它 但是请允许我 小小的开心一下 这时 跳蚤书从天而降 把我也困住 接下来 请自备好瓜子和爆米花 他又开始讲故事了 阿曼达的爸爸 是生物公司的董事长 跳蚤书曾经是里面的研究员 当时 他从大力蚂蚁的体内 提取出了血精 首先要在贪妈 也就是救回大神身上 他的恶性肿瘤渐渐变小了 不过后来董事长为了节省开支 强行终止了这个项目 导致大神没能顺利救活 跳蚤书为了报酬 决定强化自己 他正而研究跳蚤 并使自己获得了跳蚤的能力 与我不不同的是 他不是依靠糖分来维持力量 而是要靠血液 故事讲完了 警察该到了 而跳蚤书也要跑路了 阿曼达就这样得救了 所以 刚才他是来干嘛的 我因为没能在这件事上 英雄就美 而闷闷不乐 我还只是个小屁孩 果然无法扛起 超级英雄的责任 但是很快 我又想通了 如今 钢铁侠战死 雷神是个胖子 小蜘蛛又前途未知 在这种超级英雄 大饥荒的情况下 就别拿我这小笼包 不当干粮了 那边的眼镜仔 拿着两瓶杀虫剂 想对付跳蚤书 但是 你倒是用啊 为啥不用 于是 他就被抓走了 关键时刻 还得我亲自出马 但是学校 怎么能是打架的地方 于是 他与我放学后 小树林也见 来到小树林 我们先互放下狠话 眼镜仔趁他不注意 打开他血草的开关 维持能量的血液 漏了出来 而我则吃了块巧克力 和他正面刚了一圈 最终他输了 后来 警方把他抓走 而我来到阿曼达家里 邀功 他盛装打扮了一下 接着粉嘟嘟的小嘴唇 等着和我摸摸搭 嘴尸的我 就像鸭子滑水 上半身波澜不紧 下半身 打打打 老侧击了 但是我不能迎合他 一位老师说过的 小学生不准早恋 后来 我和眼镜仔的团体中 加入了埃达 我们一起组成了少年侦探团 好了 我是陈哥 我要回家做暑假作业了